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施琼 在江苏省淮安市烟波浩荡的洪泽湖水域 有一条非常特殊的水上游路 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一位游递员在这条游路上风雨无阻地 为方圆三百多平方千米的湖区居民投递邮件 这位游递员也是开辟这条水上游路的人 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他叫唐真亚 是江苏省淮安市老子山镇的游地员 二十多年来 他不辞辛苦 坚持靠划船投递湖区邮件 多年的无私奉献 也让他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港位学雷锋标兵 等多个荣誉称号 那么唐真亚是怎样一讲一讲 开辟出这条水上游路的呢 他又是如何利用这条游路 为湖区群众办实事的呢 这位正在分检报纸的人 就是唐真亚 他是江苏省淮安市老子山镇游政区局长 也是镇上唯一的一名游地员 提起唐真亚 当地百姓骄傲地称他为大湖红艳 中午十二点左右 忙完了镇上鹿鹿的头地 唐真亚就要赶到洪泽湖岸边 对他来说 一天工作最辛苦的部分 才刚刚开始 平均每天有几时件包裹 需要唐真亚开船 送到洪泽湖区渔民手里 到最远的刘嘴村 一个来回就要四个多小时 老子山镇位于淮河和洪泽湖的交汇处 近一半居民都是游民 生活在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摊头上 过去由于水路交通不便 加上迁居频繁 渔民想要拿到包裹 主要靠亲戚朋友帮忙转送 不仅包裹经常丢失 而且耗事费力 1999年 唐真亚成功应聘老子山邮政局 邮递员的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萌生了要为湖区渔民 送快递的念头 当时我就是我就想了 作为我湖区出生一个渔民 那么我应该能做这件事 我何必不去试一试看看呢 然而在唐真亚上岗之前 光是镇上鹿鹿投地的工作 就有很多人嫌工作太过辛苦 报酬低 没能坚持下来 陆续由多位游地员辞职 因此完成鹿鹿投地工作之后 再开辟水上游路 更是难上加难 没有任何水上投地经验可以参考 没有渔民住址地图 甚至没有一条船 一开始呢 借船不好借 渔民他本身自己要用船 借骨骼他自己不好用 当时呢 我只拿了应该说 一百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那么后来呢 就筹集了一千多块钱 就是做了一条小木船 靠着一条小木船 但为人先的唐真亚 开始摸索 在洪泽湖区水上投地 镇上的渔民 分居在大小滩头 没有滩头标记 没有定位仪器 收件人的地址 要从哪里 开始入手查找呢 当年我一个老牌长 这个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 他为了找到我 就是写了一封信 写到了洪泽县 当年老子山镇 是我当兵的地方 他这封信寄到老子山镇呢 就是这样 我已经离开老子山镇 二十多年了 结果呢 当时到了唐真亚手上 唐真亚为了找到我 他通过多少的关系找到我 最后找到了我一个战友 把这封信递交给我 只要自己努力 那么一定会找到收件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眼睛呢 就是把地址不详的 或者签纸的这些客户的信息 记在本子上 这样呢 就为后来投递 打下了这个基础 唐真亚所说的这个笔记本 是他长年待在身边的宝贝 上面记录了上千个地址不详 或变更的渔民信息 一些纸张因为经常翻看 已经变得褶皱不堪 不厌其烦的询问 是唐真亚摸索洪泽湖水域的 唯一方式 从一家问到另一家 他经常不得不往返重复路线 因为忙到傍晚 没办法回到家中 唐真亚就只能在渔民的船上留宿 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 等天刚蒙蒙亮 他就要起身再赶回邮局 红泽湖是一个悬湖 水位高低落差悬殊 唐真亚开辟水上游路几年之后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 专门为他配置了一艘机动船 但是 在水浅一些的地方 还是需要换木船滑行 到了浅滩处 则需要人踩在淤泥里 推着船走 而洪泽湖区的天气情况也变化无常 这些都给唐真亚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甚至危险 2005年8月 唐真亚兴奋地带着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 准备送到鸿鸣村的唐庆家 当天下午1点多 船走到一半的时候 湖面突然刮起了大风 暴雨瞬间倾斜之下 这让唐真亚措手不及 当时能见度很低 只有50米 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 更没办法求救 那么这时候心里非常的害怕 紧急时刻 沉着冷静的唐真亚赶紧用塑料桶 把船舱内的积水舀出去 并且全身力气 凭感觉判断方向继续掌舵 舀水和滑行交替进行 唐真亚没有放弃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他终于滑行到了距离唐庆家几米的地方 最后几米我滑不动了 我就大声地喊唐庆 希望他能够听到 我一定要把通知书送给他 凭借着勇敢和毅力 不轻言放弃的唐真亚 把水上游路服务面积 从零一点一点探索到如今的 三百多平方千米 首次在洪泽湖区 打通一条水上游路 二十多年来 他投地报刊信件 打一百多万件 而且无一差错 俗话说 靠水吃水 洪泽湖区渔民长期靠捕鱼为生 收入来源单一 而且不稳定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 游地员唐真亚 出身渔民之家 深知其中的无奈 所以他在从事游地员工作的同时 也一直想着帮助渔民改善贫困的生活 事实上 从2000年以来 很多洪泽湖区的渔民 在唐真亚的帮助之下 走出了一贫如洗的窘境 过上了小康生活 那么作为一名游地员 唐真亚是如何帮助渔民走上致富之路的呢 江苏省淮安市老子山镇游政局的游地员唐真亚 在本世纪初开辟了洪泽湖区的水上游路 在和渔民的频繁接触中 他发现为了增加收入 渔民们开始改变 以往单纯靠捕鱼为生的生活方式 搞起了渔业养殖 然而 尽管很多人祖祖辈辈都是渔民 但是养殖 对他们来说还是新鲜事 养什么 如何养 养了之后怎么办 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湖区没有一个人完全清楚 乐于思考的唐真亚决定 要尽快帮助渔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我们村第一批养派的人 拿来是母地鱼塘改成派野塘 心里想的到年底能苦三两万 结果到年底一算的 还贴个凉三万 当当心就凉了 养殖了一堂螃蟹 究竟为什么都死了呢 在当时很多渔民跟王妍贵有着同样的疑惑 唐真亚多次帮忙查找养殖类的包刊杂志才能明白 养殖螃蟹需要考虑养殖密度 而渔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对于唐真亚口中所说的养殖密度 更是感觉灰色难懂 它在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 因为密度不合理造成了死亡 或者是长得不大 这个产量呢不是很高 那么后来呢我就建议它 按照书本上 按照我理解的就是建议它 每亩地找一千多只放养 事实证明 唐真亚的建议是对的 王妍贵第二年就收获颇丰 这也吸引了很多渔民纷纷效仿 然而没过多久 渔民在螃蟹养殖中 又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新滩村的渔民何广来 在养殖螃蟹第一年 即便采用了合适的养殖密度 所养的螃蟹还是死亡 近三分之一 损失惨重 它呀就发愁 烟啊接着一只烟抽 它的养殖密度 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它的线苗呢 跟渔民朋友啊 都是在一起买的 但是就是养不活 当时唐真亚能够读到的 养殖类保刊杂志有限 书上的很多理论 也并不符合洪泽湖特殊的水文状况 反而可能帮到忙 那么在不落下投地工作的同时 唐真亚该如何更有效地 为渔民答疑解惑呢 渔家与渔鸭之间啊 相隔距离都比较远 当时渔民没有手机 信息比较必塞 我在送信 送邮件过程当中啊 发现有的渔民养的比较好 于是呀 我就把这个信息给寄下来 到养殖不好的地方 我会告诉他们 我推荐你这个点 效果怎么样 用得很好 特别那个旁海的一些 吸渔民啊 吸渔民符合效果 不错 我用了两次效果真不错 不次辛苦的唐真亚 在送快递的同时 做起了渔民的传生桶 多次帮渔民 解决实际养殖困难 为了更有效地 为渔民服务 唐真亚还想方设法 请专家到现场 为渔民养殖 把麦问证 这艘停在 洪泽湖去水上的 特殊渔船 名叫渔家书屋 每当农闲的时候 很多渔民 就会到这里查阅资料 船舱内有三千多册 渔业养殖类的书籍 报刊杂志 大部分都是唐真亚 一讲一讲 划船运过来的 其中唐真亚自己出资 捐助了一千多册 以前都在一起的 人家都富裕起来了 我说我们也去 保养个汤 他就不肯 其实我也挣扎过 但是我又想 任何工作 总得有人去做 那么我做这件事 能给乡亲们带来了 赤富 我觉得我心里也很开心 二十多年来 虽然唐真亚 过着清贫的生活 但在她的帮助下 很多渔民 从对养殖一无所知 成了现在的养殖大户 年收入 达到几十万元人民币 由唐真亚 一讲一讲 开辟出的这条水上游路 俨然已经成为 洪泽湖区的 一条致富之路 江苏省淮安市 洪泽区 老子山镇游地员 唐真亚 在做好投递工作的同时 还经常帮忙 为不识字的渔民 念信和写回信 湖区有位老人 因为耳聋无法看电视 唐真亚就自己掏钱 为老人订阅报刊杂志 并且抽空陪伴老人 为此 老人在冒蝶之年 还专门写诗 夸唐真亚 为我被学习好楷模 2010年 一个消息 在老子山镇 洪泽湖区 很快传开了 渔民们欣喜地相互告知 家门口开通了一个 水上辩民服务站 而这个服务站的发起人 就是唐真亚 那么这一次 他利用这个水上辩民服务站 又为渔民们做了哪些 江苏省淮安市 老子山镇游地员唐真亚 常常把别人的困难 挂在心上 多年前 渔民们想要办理 银行存取款 水电费和化费等 需要上岸 由于水路不变 办理一次业务 就要占用大半天的时间 乐于助人的唐真亚 就在自己的小船上 搬起了水上辩民服务站 由此 他成了渔民的采购员 送货员 化费员 很多渔民 甚至把自家存折 交给唐真亚 让他帮忙存取款 2014年 常山村的渔民张宏喜 引起了唐真亚的注意 当时张宏喜得了鼻烟癌 丧失了劳动能力 加上父母重病 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当时我看到张宏喜 情绪非常低落 身体也不好 那么还有一点清新的念头 当时唐真亚非常担忧 对于张宏喜而言 他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 再多的劝解 也没能快速解开张宏喜的心结 遇到困难 从不气内的唐真亚 从家里拿了两床被子 送给张宏喜 让他们一家渡过寒冬 并且每年给张宏喜 一千多元人民币 但最让唐真亚放心不下的 是张宏喜读高三的儿子张明 当时他正面临高考 一家人一日三餐 都不能正常保证 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无从谈起 当时我下决心 一定要保住孩子上大学 我知道孩子上大学 能够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过去我做过教师 我知道申请助学金的程序 于是我带张宏喜 一起去老龄委 消费辅导站 帮他填资料 在唐真亚的帮助之下 张明顺利上了大学 看到儿子可以慢慢扛起家庭的重担 张宏喜也开始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我非常地感谢 他那个在我 停于低落的时候 给我坚强 唐真亚进的这个水上编民佛站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捷 他是我们的主心国 我们都很感谢他 为老人兑换零用钱 为孤寡老人读信 照顾孤儿的生活 救助突发疾病的病人 二十多年来 唐真亚事无巨细 从不嫌麻烦 用他的小船 划出了一条爱心游路 他也成为渔民们的连心桥 在唐真亚看来 这份繁忙的工作 虽然平凡而哭 却充满了幸福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坚守初心 永担使命 唐真亚为游政事业奉献了一切 也收获了当地群众 最深厚最炽热的情感 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 淡薄名利 甘于奉献 唐真亚做出了一个优秀的表率 他眼中有百姓 肩上有担当 是群众最信得过的大呼红烟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人物故事 下期节目再见